筛选业务 那后面还有筛选产业别 筛选产品 筛选客户名称 比如说有这四个篮位 其实程式如果说你要重新复制贴是OK的 可是你会发现 可能会有几个地方是会重复的 像哪个地方呢 可能就是哪一个栏 或这个名称可以再想一下 就是说有些地方重复的话 那我可以把它改成所谓的共用程序 那共用程序呢 就是会被别人呼叫的 那我们怎么改 首先第一个 你可以找出它的差异点在哪里 比如说第一个呢 也许我这边名称可以不要叫筛选 可以叫不要叫筛选业务 可以叫筛选 这个可以把它拿掉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还有哪些地方会不一样呢 第一个请输入什么 什么什么的名称 所以呢 这地方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让它传递一个引述给我 比如说传递 我这边取的名称我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名称的话呢 比如说呢 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我希望它提供两个东西给我 第一个是什么名称 第二个是它哪一栏的栏数 OK那所以呢我这边可以放两个东西 所以第一个我可以把刚刚的那个筛选业务改成叫筛选 这是大家一起用的 第二个话呢 也许我这边希望使用 如果你要呼 因为它如果变共用一定是被呼叫 它变成被动的 所以它不能够直接被执行 而是只能被呼叫之后才能执行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很多同学是直接执行它就错了 那这边的话呢必须提供两个东西给它 第一个名称 比如说是业务啦 还是产业别产品 客户名称等等不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请你给我一个名称 第二个话呢给我一个栏数 是哪一栏 OK 那这个名称你可以用中文的或英文 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名称每个人习惯不同 那另外呢 如果说你还要让它知道说到底传是文字给你好呢 还是传数字给你 像这个蓝数的话 尽量用整数给你 那名称的话用文字给你 所以有的时候避免说 它传的是不对的那种形态给你 有的时候会在这边加一个s s3 如果说一定要它传一个什么文字给你的话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s3 那这个不加也没有关系 只是说你要告诉它说 请你提供给我个文字 s3 那如果蓝数的话呢 一定要是整数的话 那就s什么呢 integer 空一格加一个integer 那表示说呢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什么 一个整数 如果你给我一个字串就不对了 好 那所以呢它会给你之后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名称呢 将来可以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这边姓名的话 你可以把它插在这边 算一号算一号移到中间 endend再移到中间 然后呢加一个什么蓝数 那并且在end前后呢 加上空白 然后请输入 比如说它传一个业务好了 那我觉得业务 刚才全部叫名称好了 OK 不要叫姓名 或者叫请输入产业别名称 好像也都OK 所以你就想一个什么 那个传过来的东西 刚好大家都可以符合的 那也不要玩 就是说尽量反正找到一个比较接近的 如果说实在是不OK 你就不要硬臭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呢 它就是假设业务 就业务名称 产业别 产业别名称 好 再来的话这个 我们如果是业务的话 是第三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栏数 Ctrl C 把它Ctrl V 贴上 好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应该就完成了 所以进来 如果是业务 这边就三 其他应该都不用改了 好 OK了 所以 第一个我们已经做好 接下来的话呢 它是被动的 所以 接下来要怎么呼叫它呢 我们就是 在这边 拖揽一下 因为我要增加一个 因为我们 刚刚是叫筛选业务 所以这边就讲筛选 记得筛选业务 然后 叫后瓜糊 Enter一下 Enter它会自己帮你产生 Enter Sub 然后呢 你就什么 call 复制一下 打一个call 筛选 前瓜糊 有没有 它会出现说 名称 Extreme 意思说 请你给我一个名称 那我那个名称叫业务 逗点 有没有发现 它会变成蓝数 第三蓝 后瓜 这样都OK了 就 筛选业务是业务 然后名称是业务 第三蓝 其他的话呢 以此类推 所以 底下都一样 所以我就直接拿这个 筛选 产业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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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第五 客户 第十二 OK 那就把这边贴上好了 应该可以理解的 特别的注意 对啊 这边不要像之前有同学说 直接游标放这边就执行 他就跳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他是被动的 所以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一定是什么 被呼叫 所以这边设个中断点 假如说我今天呢 是筛选业务的话 那我就直接怎么样 这边切回来 他在后面这几个 刚刚就把它删掉 刚刚是错误的 删掉里面都没有 然后我就直接 在这边恢复一下 另外顺便讲一下 就是说 这个 按钮会变形嘛 2016好像 他会 不会有以前的那个变形问题 但是 2016以前的版本会变形 所以我建议你们按右键 这个有个控制项的格式 摘要资讯 请你把按钮改成大小位置 不随处于改变 不然的话 像之前是变 马上变一条线 就会变成那个按钮会不断在变形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因为我四个钟段 你按下去 他会停在这里 那你会发现他怎么 按F8 Core 你会发现他丢一个名称叫业务 蓝数是第三 然后呢 丢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业务姓名假设是 小张 OK 按确定 那其他都要跑一下 小张出现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又多了一个什么 产业别 产业别 而且如果刚刚呢 你如果要重新又复制贴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如果用Core的话比较简单 那我把这个按右键 重新指定那个产业别 把名称呢 一样改成叫产业 其实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只要怎么样呢 按下 请输入产业别名称 有没有 所以那个引数丢过去啊 他就会接到了 然后秀的名称 就会从那个地方做修改 那因为呢 蓝数是查第四蓝 所以我现在只要查金融业 有没有金融业按确定 什么事都没有做 金融业有没有出现 有没有金融业 OK 应该可以懂到逻辑了 所以呢 以后如果假如说 产品那也是一样 所以你以后 产品跟客户名称 一样的方法 就是直接呢 根本就不用改 产品 那你只要给他一个什么 产品 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那个产品查出来 产品名称 他会自动帮你查第五蓝 所以查印表机好了 按个确定 确定印表机是否出现了 印表机出现了 有没有 这样就蛮好用的嘛 对不对 你做一个 以后记得用共用 所以 不过可能因为有些同学 还没有那种共用程序的概念 OK 所以比较容易写 我刚刚是一 把原来是筛选业务 业务这两个是删掉 后面呢 记得加上 两个引数 一个是名称 Astrim 一个是蓝数 这个名称是将来丢给这边用 这边就可以不断去替换不同的名称 第二个蓝数的话是 这个地方不一样 是这个 Fills 蓝数 OK 那这个的共用程序的好处是 以后呢 假设你要程序要修改 你只要改一个地方就好 不然如果说你以前的写法 假设有四段 你变成你改 你要改四个地方 那四个地方的话很麻烦 每次都要改四个地方 而且如果漏掉一个地方 那不是程序很容易发生错误 所以这种也是算一劳有益的做法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那个筛选程序改成 共用程序 共用的Sub 以后的话呢 就用传递引述的方式丢过去 他就接到了 可以这样 这种方式的话 好处就是你程序就可以不需要维护那么多个 不然的话也蛮多工程师就是反正很多的不同的栏 就给不同的Sub 哇 每次光要维护就每个都要再来一遍 其实也不是好方法 那在公用程序的话 记得就是说那个传递引述的部分 你就要知道说 这里面大家可能有几个地方不一样 你就把那个不一样的地方抓出来 但是如果你不一样的地方实在太多 我建议你不要 你干脆重写算 不然的话也是至少麻烦 这里好像同学引述还有十个人 那太麻烦了 你引述那么多 你倒不如重新写好了 不然你光要写维护那些引述你也头痛